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现在传刹检方在策动 沈庆金要他转为污点证人 前立委郭正就说了 沈庆金他没有同意 也不能够同意转污点证人 连台北市议员应小为都不可能承认 因为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他之前已经有说了 一旦确定是违法的 那金华城立刻停工 所以如果承认的话 他说他审刑金基本上就是完蛋了 那另外亮哥还提到说 现在不止北检在泄密 北院也在泄密 但是独来独去 好像都找不到可以一枪毙命的证据 所以白银他们现在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请检方要赶快起诉 到一审的时候 柯文哲在畅所预言这样算下来 延压可能长达10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亮哥说法 看了某媒体 他的标题叫做 沈庆金同意当污点证人 现在都可以这样子乱写 结果我进去看内文 说检方正在寻求 让沈庆金当污点证人 正在寻求 是啊 那不是一直从他那天被抓就一直在寻求这件事 沈庆金没有同意啊 我跟你讲沈庆金为什么不能同意啊 我跟你讲连那个易小微都不承认 那沈庆金讲那个说 易小微那个钱是慈善捐款 你讲这个你当然没有人相信啊 可是他们两个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啊 因为这两个人只要承认 这个是汇款啊 那金华城立刻停工 这个李四川已经讲了 李四川说只要确定违法 就停工 他怎么可能承认啊 承认他 他整个就完蛋了 所以他当然不可能承认嘛 所以现在就是 很多地方都卡住了 比如说柯文哲 一天到晚都有新的新闻出来嘛 至今没有办法证明 任何一笔钱是金华城给的 对 我跟你讲彭正生更那个 彭正生六年来那个上报啊 上报还直接把彭正生的存折登出来啊 更直接了当啊 那他就登彭正生六年来的存折 然后六年来他的存折增加了2400多万 那你要知道啊 那个资料是统计到2022 那2016到2022他都是公务员 你是公务局长 后来接副市长 对不对 你怎么会增加2400万 你是不是巴菲特啊 为什么那么厉害 搞不然人家真的很厉害啊 我不管 我跟你讲即使这个看起来非常可疑对不对 检方北检 深压彭正生 有第四条哦 违背植物受惠 他严重怀疑嘛 地狱也没通过啊 北院这条删掉 只通过图利罪收押 所以我跟你讲啊 对我来讲我就只根据北检跟北院的说法来做讨论 我觉得台北地院不管是吕正业或者朱嘉义 前后两个法官对柯P态度还不一样对不对 吕正业是搜押科P嘛 可是他们两个都把第四条删掉 就是违背植物受惠 所以连两位法官都还不认为找到金流对价的有效证据 那你媒体凭什么论断 那随着北检他们持续的追查也约谈了越来越多人 现在就有人在质疑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一回事 就是呢柯文哲他们担任台北市长的期间 是不是北市府当时真的有高层的人员去施压这些公务员呢 因为来看到有知情的人士 他就说了市长就直接批示不要惹我生气 类似这样子口语话 那其实公务员在处理的时候都会比较敏感的案子 都一定会被损嘛要留个底哦 另外呢柯文哲有说过嘛 他之前有去陶住影员跟沈庆町去唱歌嘛 那现在北市议员简舒培他就爆料了 他说柯文哲在2023年的9月30号呢 他是有单独前往了陶珠影员 那简舒培他就提到说陶珠影员这种顶级的豪宅 都一定会有访客记录的嘛 所以都会被保留下来 他就说柯文哲以为大家都查不到 他根本就是陶珠影员的常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